字幕志愿者 杨茜 节目一开始先来看看 今天要哪些蔬食的健康资讯 要跟大家分享的 为了推速有钱出钱 有地出地 与您分享台北慈祭志工的故事 今天温国志老师要教大家 如何加速菱角烹调的小Pitball 千万别错过咯 我们还要跟着大厨徐茂欣的脚步 前进有机农场 用心寻找好食材 在台北的南港和汐止区 有一群慈祭志工们 为了推动素食 默默地付出 他们要让有缘人 都有机会接触素食 慈祭志工陈庄秀瀚 张瞻窗子 正在准备着今天的午餐 这处位于新北市汐止区的小食堂 是一个慈祭人 推动素食的新据点 炒一个菇菜 入白萝卜 番茄炒蛋 却家和是这个食堂的负责人 这个地点原来是他公司里闲置的厂房 从事电脑周边产业 同时也是慈祭志工的他 为了推动素食将厂房提供出来 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 用心来推速 老板有心 我去庆祖座人 还要几个月 就在那里面 我等了一年多空整 你都装好 应援到了刚好 应援去煮 师姐也有 刚好他做的那个餐厅也是 刚好要结束 对 刚好 所以也是等了一年多 而这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食堂 里外的工作 几乎都是由慈祭的志工们 主动来帮忙 我今天再来到手 今天是不是很热心 其实我们这洗碗的都是自工的 不知心的洗碗工 我现在就是要帮忙洗碗 可是我们都是不大胆的两个人 一个食一个葱 我们那个永泰师兄葱 来 师兄请 谢谢 谢谢 很丰盛哦 由于卫储商业区 缺佳和说 希望能够接引附近的一些年轻上班族人口 来接触蔬食 我的目标就是像上人说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吃素食 我就希望说他们进来以后 他们会喜欢上素食 因为这个附近的公司算蛮多的 而且年轻人非常的多 我希望他们从年轻就开始 有这个素食的观念 我希望说我们就默默地在 在做这个推广这个的运动 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健康的素食 志工们几乎都是以新鲜的蔬菜 作为入菜的食材 吃素就要吃得健康 厨房里除了新鲜的蔬果之外 烹调食所需的醬料 也是健康取向 都是用天然的 比较不严重的 比较养的 如果是用心 烹调食其实很健康很好 先备一备起来 少油少盐 我都用橄榄油 酱油是用那个屏东特大的酱油 我妹妹嘛 我说比较健康啊 那个是天然 比较学生做者说 老板都都威慕了 我们自己敢吃 人家才敢吃 才可以卖给人 这样子 却家和说在他的心里 蔬食是可以健康又美味的 现在油的问题大家都很怕嘛 我们油是用比较好的油 我们敢吃的 我们才可以给人家吃 那个成本都是很高的 但是那没有关系 但一定要做到大家都能健康 最重要的目的 塑料最多是用到豆腐 豆皮 很多到豆干 没有问题的 我们才敢用 因为多用了一点心 所以慈激志工们所料理出来的素食 也多了一份温暖 我们都没有那个味噌啦 就是没有 手工那种我也不要 老人家也不会 就是那个健康的啦 妈妈的味道 就这样而已 让吃健康 吃了这样 这样说对素食很好吃 这样一天我们吃素食啦 像善人在推动 不要杀身嘛 我们就持续 善人的地址 就是要尽心尽力去做 虽然只开始了两个礼拜 但是每天中午 前来享用素食的朋友 已经越来越多咯 为了鼓励自己公司的员工 也能接触蔬食 却家和对于员工用餐 也提供补助 基本上我们公司 还是从自己的公司做起来 一开始他们也是 跟他老板面子说 好吧 给你捧个唱 吃看看 后来他们就 吃了味道还觉得很满意 比外面买的那个粉丝还习惯 而且卫生 营养分量都很好 特惠的价钱给他们 他们外面绝对是吃不到了 来吸引他们 所以他们吃得很欢喜 几乎现在 一个礼拜的餐会都一次给我 就是遇到那个 师姐跟我介绍 在公司算跟我介绍 所以过来这里 买两个 一个是我姓生 我也都叫他要吃素 比较养生 对身体比较好 不要吃混死 因为我平常在家也会做素食 今天吃素对身体比较好 第一次 同事知道我吃素吗 那之前他们经过就刚刚有 这边有开 那就是公司 而两个礼拜下来 反应已经慢慢出现了 我的目标应该是会慢慢达成 应该几乎来吃过的都很满意 而且都几乎还会再来 我们就默默地在做这个推广这个的运动 少一个人分食 多一个人都吃素食 分食就会少一个 所以慢慢地吃素的人口会越来越多 却家和说对于这里的开销 他不是记账的 因为只要能推速 慈器人是不计成本的 却家和告诉我们 那位在公车上帮他推广的慈器师姐 他并不认识 但是他对于所有成就推速的慈器人 他的心里无限感恩 真的是很感恩他们 才能成就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力量可以达成 那很多师兄 他们也是无悔的获出 都牺牲他们自己的时间 来这边成就 我只是提供一个地方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而已 接下来我们看看温国志老师 今天要教大家 什么样的料理小撇步 大家好 我是温国志老师 冬天里面最大的胜场就是菱角 我们去路边都可以看到卖菱角的 那菱角呢 怎样我们在一般在吃的时候呢 要吃到松眠的口感 但是你要喷嚷时间要缩短 我们今天就教一个小撇步 好 我们现在把菱角放在水里面 做一个汆烫的动作 好 这时候在汆烫的过程中 我们直接在锅中 加一点白醋 一大匙白醋 水300cc 菱角200克 白醋一大匙 这时候白醋加下来 白醋会增加我们菱角 它表面不会变黑的一个元素 那再来呢 白醋的一个酸 会渗透到菱角里面 让淀粉质产生所谓的快速浮化的动作 就好像煮饭的时候 你表面加一大匙的醋 让米饭产生比较光滑 就是表面比较白的一个状态 再来呢 我们的淀粉质快速浮化 就是会让我们的菱角做一个快速熟成的一个现象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捞起来 捞起来之后呢 这个菱角煮熟之后呢 我们稍微把它剥开一下 就可以很轻松的剥开 再来呢 我们用手压一下 菱角的就会呈现松绵的一个状态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外观都完全不会被破坏掉 有些煮到最后就是糊化 那这个加了醋之后 表面还有定型的作用 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好 煮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菱角用手压一压 它就会呈现这种松绵的一个口感 那我们今天教观众朋友的煮菱角快速熟成 就是在喷嚷过程当中加入一大匙白醋 观众朋友学会了吗 稍后我们邀请蔬果生活制的徐茂新大厨 带我们前去有机农场寻找好食材 我们有请Bruce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宜兰的三星乡 你看外面下得萌萌细雨 天空很灰色 因为这几天好像是这个蛮害非常的重 所以你看这个蛮害跟我们的这个环保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有这么多人很辛勤地在保护这块土地 但是你看以前不注意的也伤害了我们这么多 好 我们来看看 你看这位年轻人是我以前在市集里面碰过他 他在这个有机界他在这个农业界二十郎当岁就来做了 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他现在今年才刚刚三十岁 已经做了好几年农人了 我们去看看他 帮你们介绍一下他 熊老弟 你好 在弄你的车子啊 对啊 对啊 我说你看真不容易啊 说这种下雨天这样你也在这边工作 对啊 下雨天也没办法修 刚刚笑的很小小房间 你又不能笑 你看那个多机密 你看走在这边有没有像那个电影上面 在拍的那个场景 走在那个玉米碟里面的感觉 玉米迷宫 这个就玉米了 很漂亮的小玉米 基本上是第一个先看它的虚的长度 然后再看它的胖瘦 是 就是看它的大小 然后像这个就可以踩 这个已经算是熟了 熟了 成熟期的了 对对对 然后像这个就还太小 还太小一点 还可能还要再等一天左右 一天就可以长这么大 一天它就会差不多变这样 那踩的时候通常是就是 一只手要扶住这个杆 怕这个杆会断掉 会受损 然后另外一只就是扶住玉米损 然后两边就是反方向的湿力 然后它就可以踩下来 像这样就是我们的玉米损 玉米损 很漂亮的玉米损 像我看它这个地方长得还很好 除了小蚂蚁以外 没有什么虫害是不是 因为基本上吃玉米的虫 就是夏天比较严重 冬天来讲虫害就会比较少 冬天就变成是牙虫比较严重 但是牙虫主要危害的地方是那个 就是它的花 熊花的地方 这是我们小玉米 所以不需要瘦粉 是 就可以踩下 如果你要让它 就是一般外面大玉米的话 它就是上面是花粉 就是它熊花在上面 然后这是它的磁碎 磁碎 然后上面的花丝就是代表 一个花丝就是一颗玉米 一颗玉米 然后花粉成熟以后落下来 就瘦粉以后 它就会开始膨大 就如果有良好瘦粉的话 然后它就会开始一颗一颗的膨大 多久才可以收成 大概是要多少时间 我分夏天跟冬天 是 夏天的话 差不多最快的话 是差不多五十几天 要五十几天 对 冬天的话 差不多要一百天 算很长 冬天最长的话 差不多要一百天 那我不晓得说 像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它烫过也是没有 烫过一定可以 就是我想说生的这样的吃法 因为我看它是包食的很密合 所以基本上比较不应该有什么特别的细菌 或者什么虫爬过的几率比较少吗 虫爬过几率是不算多 因为我们吃的时候也会拔掉它的外叶 对 玉米笋的这个甜真的是很有味道 走起来觉得好棒 而且看起来好过瘾 就是你会在这个绿林里面走来走去 我觉得很棒 然后看到每一个 你看随时就可以载来吃 我们可能 我们等一下可能是不是多载两朵给我们 因为我们回去就要可能直接做 我们把它拿来做一个料理 好 没问题 所以你看如果有成熟的话 我们就多载两朵好不好 好 在玉米田的旁边有着几细的蔬菜 上面种的是美丽的福山窝炬 真的是那个田里面现宰的东西 它的生命力 你就真的可以感受到它的生命力 有的时候你常常不比就大家没得看 对 有时候大家凡看都是这个样子 看起来都很新鲜 可是你现在的你看 那感觉起来就是真的摸起来 那个弹性跟那个脆度完全不一样 比较饱水的状态 非常饱饱水 对对对对 来我们再载一朵那个福山蜗具 好 最下面的根筋银花 切一刀就可以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不好的这个菜叶 不要的 不要丢掉放在我们田里面 还可以这个遮 给它一些水分 又可以当那个肥料 对对对 漂亮 你看 是不是它很像艺术品 绿色玫瑰 然后又有这个红色的珊瑚 很美吧 等一下配上我的酱料之后 就可以下到你的肚子里 那更美 我们这位兄弟 他比我年轻太多了 他那个我女儿都跟他差不多大 我在想 你几年次的 73年次 73年 你看真的跟我女儿差不多大 我说你这么年轻 怎么会跑到这边来弄 种这个有机的这个菜呢 基本上我是对务农有兴趣 然后就反正就误打误撞 就是加入了有机农业的行列 所以家里面以前上一代也是务农的吗 不是 之前上一代 爸妈跟务农没有关系 你自己是学什么的 我是文化园艺系毕业 有点相关 有点相关 园艺做这个很棒 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提升 那这一次来到他自己的农田 我就觉得很棒 因为我发觉说他 他种的东西跟其他人种的方式 也不太一样 他的那个 我就觉得他很多方式 我看他几乎没有什么温棚 是不是 你几乎不用没有温棚 对不对 在这边我就几乎没有温棚 几乎都是种露天的 露天的 所以露天因为他会受到 环境跟天气的影响就比较大 是不是 是 最近的这个像那个风很大 会对你很大的影响吗 会啊 多多少少会影响 会伤害到你的那个树果 对对对 像玉米有可能会倒啊 然后葱的叶子会被折断 然后也有可能 我铺这个防草的塑胶布 也可能会被风吹起来 吹起来 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在这么年轻的那个 在田里面做这个 我觉得它是一个 充满了一个希望的感觉 那我不晓得说 像你看你这么年轻 所以你在务农的话 你对这片土地 你未来有什么的那个愿景 或者一个未来的一个心愿 是怎么样 其实我自己本身 就是以两个人的能力 种这边 就其实 就是差不多饱和了 所以说我未来的愿景 就是想说 如果有更多年轻人 一起加入种植的行列 因为现在农业人口老年化 所以说行程断层 所以说 如果再过十几年真的是 这样的差距越来越大 对啊 所以说也是希望就是 有心想要务农的人 其实可以试试看 那你说你跟你女朋友一起住 但是我没有看到你女朋友 今天来田里帮忙 她现在在田里包菜 在家里面包菜 对对对 所以你负责田里面 她负责家里面包菜 对主要是负责家里面包菜 我觉得他们很幸福是说 通常一般都是 哎呀 这个男生喜欢夏天 女生可能不愿意 女生总希望是在百货公司里面 比较靓丽 天天又可以干干净净的 那我觉得你能找到一个伴侣 是跟你一起喜欢走一样的路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所以我也知道你将来 一定是可以看到美好的愿景 谢谢 谢谢 大厨果然名不虚传 每次总有鲜美的好食材 可以呈现给大家 再来就是表现厨艺和创意的时候 现在就赶快去见识一下吧 接下来是我们在宜兰的三星香 你看有个很年轻的这个农友 他种的这个菜 你看我就讲 它是绿色的玫瑰花 好美啊 这道菜我希望保持它的原来的面貌 我不想再切它动它太多 所以我希望是不要用到的 第一个呢 我们把这个玉米笋 先把它的外面剥掉 今天在那个农场的田园里面的时候 我已经先吃过了 帮你试过了 真的好吃 因为它这个都可以 这个下面都很好吃 所以呢 我只要把这个老的部分切掉就可以了 基本上像这个呢 你都还可以去炖水 它是蛮好的 这个因为对它必须很温柔 你稍微不注意 把它里面就弄断掉 就不漂亮了 所以我认为这是帝王般的享受 基本上喔 像叶子类的沙拉的话 你最好要冰镇过 放在冰水里面冰镇一下 它会比较脆 也会比较不苦 我们切一点番茄 OK 我们只要淋上 我是用那个百香果跟优格 跟新鲜的柳橙打的一个果汁 我就觉得淋一点新鲜的这个就好了 因为这个都是生菜类 所以会比较苦涩一点 所以我再加一点点橄榄油 OK 基本上是完成了 这道菜因为太漂亮了 所以我不舍得吃 破坏了它的美感 我只切一点点就尝尝看就好了 等一下最好的留给我们的观众 它搭配新鲜的水果酱汁 非常非常的到位 你试试看 真的不能不吃 为了健康与环保 慈济志工们用心推动素食 因为告诉大家 多吃蔬果的好处这件事 只要做就对了 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 蔬果生活质 告诉你蔬食大小事 感恩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